我是防疫医师詹佩君 延假期间曾前往人潮拥挤的景点或场所 应自主健康管理14天 外出时请全程佩戴衣用口罩 在家时请维持社交距离 若需就医需佩戴口罩 请勿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经医师评估后进行裁检 在确认结果前请留在家中不可外出 即使检验为阴性 人需自主 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荡 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此刻时间早晨7点10分30秒了 我们这时候要为您连线 东吴大学法律学系的教授胡博焱 我们请老师为我们来解说 有关于傅昆奇这个案子 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老师您早 主持人早 大家早 是谢谢老师 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老师我想先请教您 就是其实上个礼拜 这个傅昆奇被控炒股案已经定验了 那这个他被判了两年十个月的这个徒刑 那已经都定验了 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入监去服刑了 但是检察官 不就是法官 他的判决并没有说 你要耻夺公权 也就是说你入监之后 你还可以领薪水 还可以继续行使立委的职权 就这样一来 就很多的网民就很生气 于是乎我们今天要请老师为我们来解说 老师我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您 法官判决的条文 他的依据是什么 法官他其实就是傅昆奇 其实这个案子不只有傅昆奇 大概应该有四个被告 我没记错 因为有一个是以前的股市名人 叫黄任忠 他已经过世了 那傅昆奇是里面被判追中 他们其实是证券交易法当中的操纵市场的部分 那操纵市场的部分 它是155条规定 那因为本来他这个刑期应该是 就是说他法定期应该是规定是 171条规定3年以上10年以下 不过呢他有一个部分就是说 他已经禅送20年了 那禅送20年在我们有一个速审法的规定当中而言 就是说你如果第一审系数开始超过8年以上 如果我们已经有8年以上的话 他就会构成一个就是减刑的适用 所以他在第一审判决的时候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应该是被判6年是比较重的 所以因为经过减刑 然后的室友下来就被判了两年一个月的有期徒刑 不过这个证券交易法的这一个操纵市场的罪 因为基本上来讲反反不复的案件非常多多 也就是说因为他们这种经济犯罪 其实通常禅送的时间都非常的久 那比较起其他的个案上面来讲 不问题的这个个案可以说是说 量刑没有特别高也没有特别低 就是说大概就是超市场大部分的案件的量刑 其实都在两三年 就是两到四年这边的 就是我稍微看了一下其他个案 基本上来讲大概都是只有这样子 不会说真的说 因为超市场所以要判他一个十年或是几年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刑期来讲 之前其他也大概类似都是这样的判例就对了 就是在判决上面而言 我看了台湾高等法院的其他类似的状况 基本上来讲 比较高的可能会判到四年 可是比较低的可能甚至就是低于 复婚其他这两年的这种状况的也有 而且其实我们两年以下的刑期 基本上有被可缓刑的机会 就是我们刑法规定说两年以下是可以求缓刑的 他这一次的个案当中 他同案被告其实是没有两年了 他是复婚其是两年一个月 所以他没有还刑的可能性 他另外一个同案的被告 其实应该是一年八个月而已 可是法官没有可他还刑 法官认为他要去管 所以就相比来讲说 这个个案看起来刑期没有特别重 那可是基本上来讲也没有特别轻 好这是刑期的部分 但问题来了 就是说这两年十个月 他要被关 复婚其必须要被关 可是问题是他是立法委员 那被关的时候 他当然就不可能到立法院去开会 去执询 去审理法案了 那也就是说他其实是没有被耻夺公权 那很多网民当然很酸 说哎呦怎么被关还可以领薪水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话题的重点在这边 老师所以我想请教您 过去有过类似一样的 类似的判例吗 然后这个使徒公权这件事情 他没有行使公权的能力了 那为什么还可以领薪水呢 这个网民可能很需要老师的解说 想能够平复他们的情绪 持偶公权是刑法上面规定的重刑 就是说他如果被判什么一年 什么几年的话 其实法官有一个权限 就是说可以持夺他公权 以前其实更多可以末路 或者是什么 现在在104年之后 基本上只有一种重刑 就是持偶公权 那持偶公权如果是被判 如果他的刑起主刑是死刑 无期徒刑的话 他持偶公权是终身 这是必然一定会持偶公权的 可是其他有期徒刑的话 法官可以宣试他持偶公权 也可以不用 就是说要看他的罪状的状况 而去说持偶公权 那一般的那种暴力性的犯罪 基本上都会遇到持偶公权的状况 不过证券交易法 违反证券交易法的罪 我稍微去看了一下 大部分的案件 基本上法官也都没有持偶公权 也就是说 就是法院那个什么 司法院有出来解释 就是说法官没有持偶公权 可是因为就是 他认为说 这个跟他这个罪其实是无关系 就是说向来的判决当中而言 大部分可能都 之前法官都没有注意到说 这个傅昆奇 是立法委员的身份的问题 因为傅昆奇可能在个案上审查的时候 没有不是立法委员 对 就是说 20年前他还不是立法委员呢 这个案子发生 他被起诉 还不是啊 对对对 因为他就是反反复复 然后在这个判决 其实也是去年的 就是说 可能在审理的期间的时候 傅昆奇确实那时候 不是立法委员 所以并没有去思考过 这个问题 那如果 如果他被此国通风权的话 我们依照刑法规定 就是他不能担任公务员 也不能担任公职候选人 就连选都不能选 那现在发生的问题就是说 可能就是在判决的审判过程当中 其实没有考虑过 没有想到过 这个人其实是 立法委员的问题 就未来他变成立法委员的问题 导致说判决最后定验的结果 他现在是立法委员 那我可不可以说 这是法官判决的时候的一个疏失呢 这个说法会不会太严重 我觉得这也不一定是疏失 就是说 因为这个是他可以宣誓的 这应该是我们立法上面 反而是立法上面 没有思考到的问题 因为始罗公权其实是 始罗他的公务员 跟公职候选人的身份 可是如果你是地方 议会的议员的话 依照地方制度法的规定 你不用始罗公权 你就会被解职了 也就是说地方制度法79条 它有一个规定说 你被判决有歧途性 你将知罪的话 基本上来讲 你就会被解职 地方的公职人员都会被解职 甚至说地方的公职人员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 地方制度法还有更加规定 你如果连续两个会期 都不来开会的话 也会被解职 可是这种条文 其实在立法委员是没有的 所以如果发生这个问题 是一个台北市议员 或者是说甚至是什么 彰化市市民代表 法官是更不用考虑这身份的问题 因为必然会被解职 所以说我觉得这倒不一定是法官 他是没有私议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生 案件在审查当中 像部队案件在审查当中 他确实不具有这个身份 了解 原来经过老师的解说 我们就终于豁然开朗 所以志平这个时候 也想跟各位在这个 曾经在这个新闻底下留言 大骂这个新闻的 大骂这个判决的 所有的网民或者是网军们 其实我真的告诉你们 这个法律的规定就是如此 刚刚东吴大学法律学系的 胡布燕教授 已经跟我们做了很详尽的解说 应该要这样讲 法律上其实没有思考到这个问题 那今天如果傅昆奇 是地方的县市议员的话 不用讲了 他被判刑马上就解职 但问题是在立法院 立法委员的部分 没有这样的规定 所以那现在大家就讲了 老师我想继续接下来请教你 那要不要修法 要怎么修 这个修法要赶快修 对不对 有没有这样迫切性 我觉得这是有迫切性 不会我们再怎么修法 可能没有办法回溯 去试用副昆奇这个个案 对 这个其实一方面 可能我们当初 地方制度法的时候 其实说真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可能在当初的假设当中 地方的就是民意代表 或是地方的公职人员 其实我们用比较严苛的态度 去对待他们 是因为可能在过去的过往的事实上面 很多地方公职人员确实都有入狱服刑的记录 所以说特别在地方制度法制定的时候 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 那立法委员第一个人数少 第二个是说确实真正发誓的个案真的不多 所以说我们在条文当中确实是没有思考过 那目前我大概知道说 立法院确实也有很多委员 像林昌作委员啊 或是就选职委员 他们都有说应该要去修改这样的法律 是 不过到底要修什么就是会有问题 就是说 我看他们认为说可能要修公职人员 就是我们的选举罢免法的规定 对 那我自己本身会认为说 如果修公职人员 法委员为什么不修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法的规定 是啊 因为这是立法委员职权行使的部分 那可能在这个部分就表示 立法委员职权行使这件事情可能 他是没有办法行使职权的 对啊 对啊 他没有办法行使职权 就是在事实上面没有办法让他行使职权 所以说变成 那你要怎么让他处理呢 对啊 那我觉得反而应该是立法院职权行使的也许可以做一个修法 是说仿造地方制度法规定 一样他如果不能 就是他如果犯了罪 他不是被宣告缓刑 不是被什么社区劳动这一类的 不是被一个法经的这一类的 而必定一定要就是徒刑 而必定要去服刑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执行职务了嘛 那这个可能就必有自然解职的事由出现了 好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之评为您联系访问的是东吴大学 法律学系的教授胡伯彦 胡教授 我们请胡老师为大家来解说傅昆奇这个案子 已经都要人都关进去了 他事实上在被关进去还开记者会 告诉大家 我这个我就是要已经要关进去了 他甚至还说了很多其他政治性的语言 那重点是很多的这个民众在这个新闻底下留言说 哎这个怎么会这样子 怎么那么爽啊 这进去不用行使之前还可以领薪水 好这个所以这个相关的法律上面的这个规定就是如此 但是呢却也出现了现实生活上面 如果真的这个情况今天也发生了 于是乎有这样的汉阁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胡老师告诉我们赶快修法吧 非常非常迫切啊 这个是需要修法的 老师所以这个这个修法就看立法院的这个 当然进度啦 或者说是一些共识啦 可能会不会又是旷日费时呢 有可能会旷日费时啊 不过我觉得因为现在名气基本上来讲 应该是大家的民意的想象 应该是蛮集中的 认为说只是一个缺肉 嗯哼 那对大家都可能都是一个压力啦 是真的真的 利用这个时候名气可用啊 好我们非常谢谢东吴大学法律系 呃胡伯彦教授接受我们的访问 老师谢谢您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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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